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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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 到了到了到了 好了好了 現在出來 現在出來出來 HELLO MAN姐真是挺好人 這麼久沒見 現在約我喝茶 先出去 不好意思 Kenji 遲了一點點 我只顧梳頭 不要緊 還是等了你一小時 美女是要等的 走吧 走吧 喂 WEN姐 你說你喝茶嗎 這裡好像很高檔 是啊 是喝茶 不過我只喝高級的 cheap的我不喝的 說笑而已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平民 貴的東西也會吃 便宜的東西也會經常吃 但是我只是喝高級的 但是今次這個fine dining的體驗 我自己就很期待了 因為平時我自己喜歡喝酒 那 wine and food pairings 就試很多 自己喜歡喝 但是今次這間餐廳很特別 它就是用中國的頂級茶 來做同一些頂級食材的 pairings 那究竟對美國上面會有什麼衝擊 我自己很期待 茶配小食 對 配三款的小食 哦 在大家面前 有一組角娃世所造成的茶盤 以及有三款小食 在大家面前 這是第一個想給大家 一個茶配食物的體驗 那我由最左手邊開始介紹 最左手邊的杯 是一杯凍的梅子香泡梨 它是配搭左手邊的小食 是叫南乳芝士北記杯 而茶旁邊就是杯水 是給大家幫助清理一下味蕾 中間的就是一杯冰滴的桂花香肉桂 它是配搭中間那款小食 是叫熱情果配炸蝦球 而最右手邊的杯 是一杯冰滴的長眉香紅茶 它是配搭最右手邊的小食 是叫玫瑰爐即聖女茄釀藍莓 頭盤我覺得挺有驚喜 首先擺位已經很漂亮 而且它已經設計好 你每款小食配哪款茶 小食偏濃味一點 吃完小食再用茶 好像清洗口腔一樣 再去感受當中的茶香 這樣交替著吃 我覺得挺新鮮的 這個感覺 上下一道菜之前 我們又換杯 我們用酒杯 來喝接著那杯冰滴茶 用酒杯喝茶 哪一道菜 莊子 莊子 是的 那你現在沒明白的 那你怎麼看 用了一張紙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 清淺度的 你明明就會默默 然後再來就是魚子醬 可以說是整頓飯我自己最喜歡 因為原來用魚子醬去配茶 那個感覺又很有趣的 吃完這邊的有鹹香 有魚油味的魚子醬 然後再喝剛才那個冰滴茶 然後感覺一下那些花香 這樣交替著吃 我不懂用一些專業的形容詞去形容 總之呢 那個感覺是很好的 原來之後接下來有三道菜 都是用剛剛那杯的冰滴茶 就要去配合 那我們不知道 沒有看清楚的菜單 所以吃魚子醬的時候 已經咕噜咕噜喝光 那杯冰滴茶 搞到之後那三道菜 其實沒有茶配的 這點大家就真的要留意 要慢慢喝了 一連四道菜之後 我們又有另外一款茶 我們現在的創作理念 是原點一個中西合璧熔會館湖的 我們用了一個傳統的西班牙明菜 油煮白炸魚 配上兩款的潮州腩菜 一碗會咸香味重一點 一碗會果香味重一點 可以用水腩來形成這裏 也喜歡西的菜式 謝謝 謝謝 這些就是冰滴鼓 然後中間就放茶葉 然後這裡就放些冰和水 那些茶滴完下來 就在這裏 那要滴一壺都好像要五六個小時 我們是想做一個宜餐入站的菜式 所以我們選用梅子 去配上我們最新的一個世界的食材 就是新豬肉 這是素食來的 我們做了一份新豬肉雲吞 配上香菇菠菜 還有一個summer travel的 這道菜想做到乙茶的讚 你當然會感覺到有茶香 因為它整個雲吞浸了在茶裡 但是雲吞餡是用新豬肉去做 這個新豬肉是素材來的 不是真的豬肉 我想它應該沒什麼調味 對於我這些喜歡吃濃味的人來說 這道菜就過為清淡了 不過如果大家喜歡吃得清的話 你就會很感受到茶香 真的有淡淡的梅子味 接著就到這頓飯的最後一款茶了 服務員就會直接為我們泡茶 每一個泡茶的步驟 每一件泡茶的工具 都是非常講究的 你看看現在煲水果果 是一個銀造的茶壺來的 那我們就欣賞一下它怎樣泡茶吧 剛剛沖泡好的這壺白花香水先 我們會沖泡四次的 第一二泡茶就用來配今天的主菜 Kendy就選了日本黑雪魚 那我自己就選了一個和牛 那我的主菜都是比較濃味一點 豐富味道一點 那就配襯這個清香的熱茶 其實是不錯的配搭 最後一道菜就到甜品了 這件剛剛焗好的番薯 你看那個賣相非常漂亮 再配襯那個醬 是一些有香料打成的cream 上面有一些薑糖 用這個醬去配襯那個番薯吃 就好像在吃一個昇華版的番薯糖水 我自己就非常喜歡這個甜品 如果十分滿分 這個甜品我會覺得是有九分 真的很好吃 那這道甜品就會配襯 剛才的白花香水先 第三第四泡去吃的 這個甜品就為今晚的晚餐 畫上完美的句號 那這條片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請大家見諒 因為我不是一個專業的食家 雖然有很多帥仔 經常想請我吃飯 經常請我吃好東西 但我真的只會直接吃 講又不是很厲害 講波我會比較厲害的 希望大家見諒 那下條片再見 By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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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